难怪风青阳一声叹息 你看他遇到的那三位无招高手是谁 一佛一道一魔 灵狐冲身为华山派的首席大弟子 他的悟性极高 可惜败在岳部群门下 练的是墨守成规的剑法 因而就算灵狐冲自小在华山长大 也将华山剑法烂熟于胸 但灵狐冲依旧只是一个二流人物 就连采花大稻田博光的三十招也抵挡不住 机缘巧合之下 灵狐冲在四过牙邂逅了风青阳 风青阳见灵狐冲潇洒不羁 和独孤九剑的行云流水 不拘一格极为吻合 于是风青阳走出山洞 传授了灵狐冲独孤九剑 灵狐冲果真天资聪颖 他当即就领悟了独孤九剑的奥义 不仅接住田博光的三十招 还能画质为剑 一直点在了田博光的弹中学 这个万里独行就这样被灵狐冲放倒 随后风青阳又向灵狐冲讲解了 独孤九剑的三大奥义 分别为 料敌基线 无招胜有招 以及有进无退 风青阳还向灵狐冲详细讲解了 独孤九剑的九势 按照风青阳的说法 以及独孤九剑的定义 天下剑任何武功 都会被独孤九剑针对的 得体无完复 指引独孤九剑的九势 分别是破剑式 破刀式 破剑式 破枪式 破掌式 破边式 破锁式 破气式和总爵式 不过 当风青阳和灵狐冲谈及高手之时 他却发出了一声叹息 书中是这么写的 风青阳显然想起了往事 他叹了一口气 道 这等高手是难找得很了 只要能侥幸遇上一两位 那是你毕生的运气 我一生之中 也只遇上过三位 照理来说 风青阳已经练成了独孤九剑的 最后一式破气式 无论是拳脚高手 还是气功高手 都会被风青阳找到破绽机而破支 可为何风青阳却说 他一生遇到了三位无招高手 笔者认为 独孤九剑固然精妙无比 但也是有漏洞的 关于这一点 通会机敏的灵狐冲也提出了一问 书中是这么写的 灵狐冲道 要是敌人也没招式呢 风青阳道 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二人打到如何变如何 说不定是你高些 也说不定是他高些 等于说 如若独孤九剑遇到了无招高手 独孤九剑就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 二人的外攻境界相差无几 打到最后 无非是拼比内力了 可见 风青阳一生就曾遇到了三位无招高手 这三位高手 让风青阳的独孤九剑术手竖脚 无法形成碾压之势 这就能解释 风青阳在提及这三位高手时 为何会叹了一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三位高手又会是谁 这位佛派高手 正是少林寺的上一任主持 这位佛道高手 或许练成了像扫地僧那般的护体神功 他只需运起护体神功 凝力不动 如此 以静之动的妙境 不就是所谓的无招了吗 只可惜 金庸并没有撰写笑傲江湖前传 否则将这位佛道高手 以及风青阳年轻之时的江湖意识展开来写 再穿插一些关于林远途的今生前世 这一部笑傲江湖前传 势必又会刮起一阵绚丽武侠风 这位道派高手 则是武当派上一任掌门人 此高手将张三丰自创了太极拳 和太极建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达到了无招的至高境界 可别以为笔者无中生有 认真看过 你听屠龙记的读者会知道 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拳建之时 就一直强调要忘记招式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 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 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了你 你自己去想想吧 张元济低头默想 过了一会张三丰问道 线下怎样了 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大半 因此当这位武当派掌门 施展无招的太极拳建时 风青阳的独孤九剑自然无法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位魔头高手 多半是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为了提升武功修为 不惜挥刀自攻 最终如愿以偿的 练成了葵花宝典 神功大成的东方不败 并非没有招式 而是仗着如鬼如昧的身法 忽如青烟 让对手无法捕捉 好比在黑木崖仪里 东方不败已和任我行 向问天大打出手 眼见有机可趁的灵狐冲 当即对东方不败施展独孤九剑 可灵狐冲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手中的长剑 仍无法触及到东方不败的一角 只因东方不败的身法快如垫 急如风 让灵狐冲无法破之 而是如此 东方不败通过一个围快不破 达到了所谓的无招境界 就算封青阳清零黑木崖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击败东方不败 综上封青阳一生所遇到的 三位无招高手 分别是少林寺的上一任主持 武当派的上一任掌门 以及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